长廷法院集中宣判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6人获刑 8月22日上午 长廷法院集中宣判电信网络诈骗案 1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4年8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除4万元至5000元不等的法金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8年7、8月间 王某威 王某春合伙出资注册成立大行家广告经营部 在长廷县城某小区租赁场地 聘请被告人王某军为公司管理人员 招聘被告人黄某福等人为技术人员 被告人华某连等人为客服人员 租用长廷县卖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票平台 从美团、饿了么等外卖网收集各地的美食商家信息 由客服人员通过手机添加商家为微信好友 利用专业术语与商家进行联系和沟通 以举办虚假的周期为5天的美食评选活动 可以为商家宣传 推广提高知名度 评选进入前三名可获得丰厚奖品等为幌子 引诱商家参与美食投票排名评选活动